男人和对面的哥哥 是一栋老小区住对门的邻居 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家庭 一折有个说话 极尽刻薄挑衅的妈 把每家每户都得罪了个遍 深夜下了班的许唐城 看到戴着黑色棒球帽的一折 蹲在路边喂小野猫 他没想到 还能在这个时间 看到一个没睡觉的人 灭了烟潮他走去 这么晚还不回家 捕捉到他眼角和唇角的两处亲子 凑近捏住小朋友下巴 见他眼角还有出血 询问道 有没有去检查下眼睛 看到扎在伤口上的几根头发 宁没将它们剥开 一折将在那接把回答 不 不用 很快挺了挺背站直了身体 许唐城才发现 自己应该很久没看到过一折了 这样看 眼前的少年似乎又长高了一些 许唐城扭头道 今天是唐熙生日 一起上去吧 都这么晚了 一折这才见到他手上领着盒蛋糕 两个人一前一后朝楼倒走 一折再走在后面 凝视着眼前人的背影 唐城哥好像瘦了 到门口 许唐城让他去家里 把伤口简单处理一下 一折看着对面的大门摇了摇头 不去了 没关系 他们都睡了 一折还是摇头 许唐城没有再勉强 只是轻声说 那你进去等我一下 我给你拿点药 一折握着钥匙站在那 楼到的灯面了 他也没剁脚 没出声 想到之前小时候 他妈妈对邻居的妹妹 说出那恶毒的话 使得一折再不曾去过别家 许唐城拿着药出来 奇怪地问 怎么不进去 过后又很快两然 向阿姨在家 一折点了点头 许唐城把手里的袋子 递给他 并嘱咐了使用方法 一折接过来 把袋子钻得擦擦响 两秒之后才说 谢谢唐城哥 这时许妈出声 让他回来吃饭 我先进去了 你也快回去吧 对门的小妹 拉着他哥再说 要不是冲着妈做的鱼汤 哥估计都没空回来 给我过生日呢 静不说 你从小到大 哪次生日我不在 你们两个快点菜都要凉了 此时许唐城 于光看着对面貌 眼下的那双眼睛 直到关上了门 楼道的感应灯 再次灭了后 一折才打开自己家的门 乱糟糟的客厅 随后就听到女人的谩骂 又特么这么晚回来 你又打架了 特么半天憋不出一个屁 跟你那个死爹一副德行 一脸的穷酸相 两扇门都再次合上时 楼道也随着安静了下来 少年回到满是狼藉的家里 给自己弄了碗泡面 就听到扣门声 看门后看到 许唐城拖着一盘蛋糕 顺势递给他 莫 唐熙的生日蛋糕 这是留给你的 一折抬眼愣愣地 看了那块蛋糕耗一会儿 才说了声谢谢 许唐城伸过手 看了他刚受伤的地方 注意伤口 记得涂药膏 他看着面前 已经高出他很多的少年 恍惚觉得 一折像是定格在了那个夏天 别人都在来来往往 沾上了各色尘土 各色的光芒 只有他 永远沉默地低着头 像是和谁都没什么关系 临走时说 让他早点休息就回去了 一折戴上门 看着被昏黄的灯光 照得温柔的草莓蛋糕 这是他第一次 用这种小叉子吃蛋糕 笨拙地一点点 叉着把它吃完 又刮干净盘子底层上的奶油 仔细地去辨认 那里凸起的字 浩利来 次日 少年穿上校服 戴上耳机 骑着车 绕着小镇转了整整一大圈 可穿遍大街小巷 都没有看到 那个叫浩利来的蛋糕店 许唐城在与他擦肩而过的时候 闪了个神 你怎么在这 现在不是上课时间吗 猝不及防地 让一折含糊道 我肚子疼 去买点药 许唐城吃的一声笑了出来 不戳穿他 一折咬着唇低头 在许唐城的目光中 更觉得自己真的是蠢到了极致 只想赶紧离开这 我先走了 唐城哥 丢下这么一句话 他飞快骑着落荒而逃 全程都跑遍了 怎么就是找不到那家店呢 高三的晚自习 一折被几个翘课的 同学约到一家台球厅 他不算什么好学生 倒没跟他们混别的 只一个人叼着烟 坐在角落里打游戏 一个穿着热辣的女生 笑嘻嘻地走来 却在刚刚要碰到 一折的烟时被避开 一折淡淡地瞟了他一眼 只丢下一句 别烦我 拿下嘴边的烟 弹了谭烟灰 继续打游戏 这时 身后一人扶住他肩膀拍了拍 哥们 借个火 他腾出一只手 不耐地从裤兜里摸出打火机 头也不回地 向身后递过去 没想到背后的人却不接 那只手也丝毫没有要放下去的意思 手里游戏输得惨烈 只因为那只哥在他身上的手 而产生的不耐 立刻爆了 疼得站起身 却在看到后面的人时 瞬间掩气息鼓 灭了火哑了一下才叫道 唐诚哥 许唐诚懒洋洋的歪歪头 在摇晃的吊灯下朝他笑 准备要打我 一折捡起掉在地上的半截烟 摁灭 拧了没 有些颓葬说没有 许唐诚接着道 先借个烟吧 我看看你抽什么 一起来的男生挑着没凑过来 一哥 怎么了 需不需要帮忙 没你是 一折推了他一把 让他该干嘛干嘛去 一折更觉挫败 他朝前走了一步 递出了一盒 许唐诚不客气 从里面抽了一只 又朝一折勾勾手 眼瞼一该 火 这次一折没听他的 而是自己凑过去 给他点着了烟 许唐诚垮眸凑火时 一折一直盯着他的脸 还是第一次 一折连他的睫毛 都能看得这么轻 很长 很好看 特别是眨眼的时候 少年 借着点火的机会悄悄凑近 一直没意识到 自己有多低眉顺眼 直到许唐诚朝他拍了下肩 说去陪朋友打会球 等会一起回家 一折才从刚才的目光里 应了声 十一点钟 抬球厅里的人不减反增 许唐诚正弯着腰 瞄准桌上的最后一颗黑球 砰 黑球近带 刚和朋友愉快击了掌 就听到一阵惊呼声 再一回头 他几乎整个人都梦了 一折的肩膀上插满了碎玻璃茶 揪着一男子的领子 一拳一拳揍在他脸上 两人迅速打了起来 这样的一折 与许唐诚而言是陌生的 暴力 很绝 毫不留情 无论哪一种 都与许唐诚印象里的形象相去甚远 他立刻迈开步子 却被一旁的友人拦下 他拍了拍友人的肩膀说 那有我邻居家的小孩 而邻居家的小孩 已经打红了眼 许唐诚过去一把抱着一折的腰 一折才明白过来 自己正被谁抱着 他惊慌地回过身 看到许唐诚的右眼流出了眼泪 很快红了一片 让我看看 他语无伦次 又不敢碰许唐诚的眼睛 许唐诚捂着右眼瞪道 都给我停手 谁在动我立刻报警 跟求听老板处理好赔偿的问题后 许唐诚举着冰袋往前走 我家 你家 还是医院 接着补充道 但我不认为 我或者你能处理扎满了玻璃茶子的肩膀 一折跟在后面 大气不敢出 一直拿鱼光瞟着许唐诚紧绷着的下颌 他还是第一次看到 许唐诚露出这种生气的神情 从医院 处理完伤口出来时 走在前面的许唐诚 停下了脚步 问他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的吗 一折无法看清他的表情 指挥了是 许唐诚有些不悦的转身 刚刚扎进你肩上的那些玻璃碎片 只要有一个扎在你的颈动脉上 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后果 你以为只要你打赢了 你就是胜着吗 最后的责任谁来承担 是你 还是对面那群同样未满18周岁的孩子 此时的一折头低的像鸵鸟 许唐诚见状 又看了看他肩部的伤问 疼吗 一折只摇了摇头说不疼 许唐诚一直把他当做弟弟 但不觉得自己有资格去管教他 恢复了平静台没问 一折 你喜欢你现在的生活吗 一折沉默迷茫了很久才说不知道 那你今年高三了 想过要考大学吗 我知道你不喜欢这里 不喜欢家里 那你可以考远一些 你想念你爸爸和弟弟的话 也可以考到上海去啊 如果你想了解各个大学 了解各个专业 我可以讲给你听 还有不到一年 选一个自己喜欢的专业 考上自己喜欢的大学 以后去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不好吗 一折愣愣地想 什么是喜欢的生活 久未等到回答 许唐诚便又轻轻唤了他一声 一折抬头 对上他的眼睛 在他为数不多的印象里 许唐诚总是耐心的 就像现在这样 有好几次 他都是叫一声他的名字 然后温声说 一折 我希望你以后能过上 更好的生活 夜晚的灯光很暗 很隐秘 但一折却觉得 许唐诚的脸 在这样的打光下 格外清晰 他看着这双眼睛 只回答了一个字 好 秒变小奶狗的一折 听见了媳妇的话 打算好好学习考大学 金盆洗手一次性 解决外面的斗殴事件 唐医院还不忘 让学习委员回去 给他拿学习资料 竟让许唐诚误会 是他的早恋女朋友 许唐诚想着 这样总比打架强点 烧了带垃圾下楼 那只万年不理人的黑猫 竟然凑到了他的脚边 许唐诚蹲下来看他 本以为他是饿极了 才来要吃的 可他看了看 发现他一点都没瘦 反而还胖了一些 刚嘟囔完 许唐诚就听见 一阵自行车刹车的声音 他抬头 看到了好久没见的一折 竟然只穿了件 薄薄的运动衣 穿这么少 不冷吗 许唐诚站起来 笑着朝他走近 一折飞快地扯下了 塞在耳朵里的耳机 不冷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两个人说话期间 黑猫在这时 蹭到一折脚边 你经常喂他 他只吃一种牌子的火腿肠 所以我每天都来喂 怪不得他这么胖了 黑猫吃完许唐诚也说了离开 想起来 今天大伯 是问他自主招生的事情 记得一折也高三了吧 待他转身 才发现一折根本没动 而是正直直地站在那里 看着自己 他不知道是否是因为夜色 或寒风的推重 一折的那个眼神 让他记了许多年 以至于后来每次想起来 他都迫切地想要 看看这个少年笑 没有期盼 甚至没有等待的意味 只有一片安安静静 不吵不闹的孤独 忽然不忍心 把这样看着他的一折 扔在这逐渐沉下的夜里 几不距离的地方 一折眨了眨眼 唐诚哥 你怎么走回来了 要不要一起吃个饭 你不是要去你大伯家 吃了饭再去也没关系 你想吃什么 火锅还是烤肉 吃面可以吗 附近就有一家面馆 王师傅 那家我好久没去了 可以倒是可以 只是我这次没开车回来 我们打车去吧 不算远吧 要不我带你 可是你这车没有后座啊 一折抬起手指了指 有车梁 许唐诚往前看哑然 车梁分明是邪的 但在对上少年蹊跡的目光之后 他竟然鬼使神拆地 笑着说了一声 好 坐上自行车时 许唐诚怕挡了一折的视线 便将帽子摘了下来 别摘 带着吧 一折忽然在他头顶说 冷 动耳朵 戴着帽子也挡不着我 许唐诚听到这话后 眼睛微微睁大地转过头去 你是在说我矮吗 一折赶紧白手补就到 不矮 正常身高 他不到一米八 的确不算高 正常身高算是个什么评价 索性又把帽子戴上 不挡就不挡 正好暖和 一折看了看一动不动 目视前方的许唐诚 偷偷伸出两根手指头 捏住帽子边缘 又给他拽了一下 只是很小的一下动作 暗暗的 却好像 把他自己的嘴角 也一起拽了上去 高个子的优势 就是胳膊长 腿也长 许唐诚坐在一折的前面 一点也不显拥挤 你看看 你这手 还说不冷 许唐诚看不过去 用左手扶住一折 已经动红了的手 自行车的车把晃了晃 幅度不小 许唐诚防备不及 本来握着一折的那只手 也在筋乱中收得更紧 一折慌忙稳住车把后 目光明在那只 与自己肌肤相贴的手上 温度是在那时变成了巨像 连同着那份蠢蠢欲动 想要触碰他的心思 许唐诚好像回头 跟他说了句什么 一折没听清 只看见他在冲自己笑 面殿早已被重新装修过 比起许唐诚印象里的样子 整洁明亮了不少 招牌的不要香菜 许唐诚正低头用纸巾擦拭桌面 就听到一折说了这样一句 他停了动作 抬起头 恰对上一折的目光 你怎么知道 我不吃香菜 以前你带我来这的时候 就没有要香菜 杂乱的声音传入耳朵 说是真离婚了 是啊 男的一分钱没有 还要搬去上海 那个大的不知道怎么想的 选了他妈 他们唏嘘感慨着 说那个小子不懂事 目光推浅 怎么能光看着钱呢 许唐诚因为考试 而积累的好心情荡然无存 快速跑到一折家 就听到他妈妈的怒骂 都给我滚 老娘又不是 离了谁就活不成 许唐诚愣正片刻 上前拍了拍小小少年的间 一折 我们走 等你妈妈平复下心情再回来 你吃饭了吗 我带你去吃面好不好 那家面条很好吃哦 因刚才的回忆 许唐诚走了好一阵子的神 一折吃饭时很安静 不是没有声响 而是始终没有说过话 许唐诚偶尔问一句 辣不辣 要不要饮料 他也都是以很简短的话语回复 一两个字 或者干脆摇摇头 直到许唐诚提起 自主招生的事情 问他最近的成绩怎么样 上次考试年纪排名 是106 总分607 许唐诚听到这个名次 有些惊讶 一折远比他以为的成绩要好 这个成绩的话 其实你可以考虑一下 自主招生 一中有孝敬名额 你打算试一试的话 我可以帮你准备资料 一折却很快摇头 我不参加 我打架被记过 参加也没用 记录档案了吗 要不找班主任问问 处分到了什么地步 看有没有可以缓和的余地 一折看着他 沉默了一会儿 还是摇头 很久之前的事了 那次我打的那个人 他爸是教育部门的什么人 错都记到了我头上 没什么好说的 唐诚哥快点吃吧 一会儿面凉了 许唐诚一听 就明白了怎么回事 叹了口气 这孩子 家里也没大人 能帮着从中缓和说情 吃了都闷亏 陪着哥哥吃完饭后 许唐诚说 要打车去大伯家 一折却说要送他 许唐诚对着那辆自行车 沉默了半天 终于还是在少年 灼灼的目光里 拜下阵来 行吧 许唐诚望着头顶的路灯 都变成了昏黄色 丁达尔效应 画出了光束的形状 安静地散在漆黑的夜空 这条路的路灯还是那样 一折没理解 什么样 以前骑车的时候 我每天回家 都会走这来超近的 这边人少 灯又暗 每天都是固定两对情侣 来这边偷摸约会 后来快高考的时候 我最后一天碰上他们 有一段里的男的 还特开心地跟我打个招呼 一折听着他笑 也翘着嘴角问 他说了什么 许唐诚放出了声音 模仿着那时 那个小伙子的语气 哥们 这么长时间 辛苦你了呀 高考加油 一折扑痴笑出了声音来 前面的许唐诚 听见这动静 立马很惊奇地扯着帽子 回头去看他 你笑点原来这么低吗 一折笑着 没说话 又整理了他的帽子 其实他只是不停地 在脑海中 描绘许唐诚当时的样子 想想就觉得 骑着车 经过这条小路的许唐诚 看着两对情侣 每天变着花样 亲热的许唐诚 回应男生 最后得问候的许唐诚 都会很可爱 两个月后 邀请室友程旭 一同回家的许唐诚 下车正好碰到 初中毕业后 就没见过的万芝 出了站台 万芝转头笑着问 你们怎么回去 我爸来接我 给你们一起烧回去吧 今天挺冷的 许唐诚笑了笑礼貌地拒绝 谢谢 不过我朋友坐不了车 晕车晕得厉害 万芝见一旁 站着的男生 脸色确实不太好看 便没有再勉强 一阵刹车的声音 众人很默契地 一同看向这个 看着许唐诚 许唐诚笑着上前问他 一辙 你怎么来了 放假了 一辙突然被这么多人盯着砍 也不知道该做何反应 轻了轻声 这个我帮你拿 这时万芝感慨地问 许唐诚 你这弟弟也太帅了吧 几人连大学 都已经告别了的老年人 看着面前穿着 连帽卫衣的少年 不免都有些挪不开眼 一辙骑着山地车 几辈在中间 撑出一条威龙 青涩又独特 像是连每一根骨骼 每一次呼吸 都承载着青春二子 在众人看到眼前的少年 都磨不开眼视 许唐诚注意到了 这一剎的安静笑了两声 转身同大家道别 看他在这样的天气里 穿这么少便说 走回去还得换呢 你冷不冷 冷就先骑着走吧 不冷 走在许唐诚另一侧的程序 一直在偷偷打量一折 这是你弟弟 长得真高啊 许唐诚一边笑一只胳膊 搭上程序的肩 哈哈 我看你是羡慕极度恨吧 你压的 我都长不高了 虽然上学早 但也已经二十一了 二十三还窜一窜呢 一折暗暗看着他们的打闹 许唐诚笑完问 你怎么跑车站来了 我为了唐歇 你什么时候回来 放假了正好来接你 骑自行车接人吗 伟师特别了 找我有什么事吗 一折将那只 放在口袋里的手 拿了出来 摇头 没事 真的 许唐诚不太相信 以疑问的语气再次确认 嗯 将信将疑的 许唐诚忽然又想到了什么 哦对了 你有没有手机 每次见着 你我都忘了这事 你有手机的话 给我个号码 有事联系也方便 一折往前蹭了两步 朝他侧过头 有些迟疑的说 我现在没有手机 手机这东西 是用来和人联系的 而他在之前 几乎从没有过这种需求 他看着许唐诚 你把你的号码给我吧 那天晚上 许唐诚收到了两条 来自于陌生号码的短信 一条来自于万知 内容是短短的两行字 另一条则是来自一折 内容简明 夜晚 一折将自行车骑的飞快 穿过一条条彩灯流离的街 快到那个盖着一个 大下坡的拱形云洞时 一声有些陌生的消息 提示音话 或了逐渐铺盖的寂静 买手机了吗 一折握着手机 松开了车把 手机屏幕的亮度 划破了漆飞 轨迹汹涌 刚烈赤热 连原本对他 没什么意义的元旦新年 也突然变得 让他能够忍受 甚至有些喜欢 一切将他带到他身边的东西 都该归类为好 许唐成和程旭本科时 是同学兼适友 下午没什么事 就来商场陪程旭买衣服 他目光落在一件 半长的黑色棉服上 之前唐熙为了给自己 买生日礼物那天 碰巧遇到一折 看妹妹穿得少 还给买了件粉色羽绒服 饭后许唐成看墙上的挂表 拎上羽绒服 打开了邻居家门 一折正在家里 翻箱倒柜的找钥匙 焦躁的关头 突然听到身后一声 又找不着了 回头 看到以着门框 站着的许唐成 唐成哥 许唐成点点头 我可以进来吗 一折忽然想起乱糟糟的家 慌忙把沙发上 散落着女人的衣服 迅速收拾起来 唐成哥 许唐成看着他 有些躲闪的神情 笑了笑 不做了 帮你找找钥匙吧 将手上的袋子 往地上一放 目光扫过薄薄的一角 上面打着长方形的格子 第26名 进步了这么多啊 一折低头 有点偏刻 我语文不好 作文不会写 阅读理解也理解不了 哈哈 倒也正常 以你这样的性格 那些文章里的弯弯绕 只怕你看了都嫌烦 话说着 许唐成随手拎起了 放在一旁的茶壶 一枚泛着光的钥匙 就躺在底座上 你可真是技术高 他看到许唐成站起身 朝他伸出一只手 钥匙落到手里 是冰冰凉凉的 连同这不小心触碰到的 还有许唐成手上的温度 也是凉的 他清了清嗓子 唐成哥 我家暖气坏了 有点冷 你要是没事 就快点回去吧 这是在赶我走吗 许唐成笑了 边直起身子边问他 我不是 只是一折嘴桌 连解释都只局限于 这种苍白的主观否定 许唐成拿出之前的袋子 我陪程旭去买衣服 看到这个 我觉得很适合你就买了 你先试试大小吧 我也拿不准 你应该穿哪个马 许唐成看他面上 没什么表情 只是一动不动地 看着这件衣服 便有些迟疑地问 样式不喜欢 没关系 可以换 没有 一折抬起手 钻上衣服的袖子 像是不敢用力搬 虚握了一下 又放开 好看 羽绒服算是很合身 肩线吻合 照在校服外面的 宽松程度也正好 这款的袖子 好像设计的有点偏长了 不过这样倒也暖和 我本来想给你买副手套 但款式不好看 我估计给你买了 你也不愿意戴 上上下下都看到以后 他抬头问一折 你觉得呢 要不要去照照镜子 不用 一折沉默了一会儿 低头看了看 谢谢唐诚哥 我 很喜欢 哥哥送的衣服怎么都好 那就不换了 许唐诚决定说 我给你把标签剪了 你待会就穿着去上学吧 今天夜间降温 要剪标签 却没有找到剪刀 不用找了 再找下去 一中的晚自习都要下了 一折索性一使劲 打算把标签绳拽开 刚用力就被许唐诚 吓住 别拽 勒了手 许唐诚拧着没拉开他的手 一看 果然已经勒红了一条 你急什么 找个打火机烧开就行了 这你肯定有吧 这个有 一折用眉被许唐诚拽着的那只手 摸到裤兜里 掏出一个打火机 许唐诚接过去 把拉链头 划到一折胸前的位置 再搭的一声 摁出了一束火苗 火苗跳着 凑近了那根线 也镌刻了一双眼 明明只是个小火苗 一折却像是隔着这么远 都感觉到了他的热度 而且是一浪接着一浪 拍热了他的呼吸 整个碗自席 他的脑袋里 都是许唐诚低头 给他烧断标签时的样子 赵若凡来收作业 就看到他在一张物理卷子上 不断地滑拉着 便使出浑身的 进往一折的后背上狠狠一拍 神经病 在屋里还穿羽绒服 热死你 一折这下反应很大 他一下跳起来 你不刚往黑板上抄完题吗 洗手了吗 人家都把羽绒服放桌堂里 就你 傻乎乎地穿身上 会刮坏衣服 那你就准备个大袋子 放桌边啊 这衣服有那么金贵吗 哥们 你是恋爱了吗 赵若凡这话一出 一折的视线就凝固住了 接下来的时间 他对赵若凡的问话 一概没反应 坚持 穿了一碗上女龙服 下了碗自席回家 哥哥不仅送衣服 还送钥匙扣 等一折下碗自席回家 用钥匙开门时 却看到门把上挂着一个钥匙链 是个小女孩的样子 红头发 特别大的圆眼睛 一折没急着摘下来 细细打量了一番 掏出了手机 发出了一条 带着别的心思的消息 我门上有个钥匙链 是唐熙给我的吗 回答他的 不是一条短消息 而是一阵还不算熟悉的铃声 这么晚才回家 一折听着熟悉的声音询问 嗯 你还没睡 许唐成说着 刚刚准备睡 又问他钥匙链好看吗 好看 是唐熙给我的吗 许唐成却说 我给的 一折不敢相信地 看了看手里的东西 用手碰了碰小女孩的红头发 有点太少女了吧 是 我也觉得 不过我在家找了半天 也只找到这个 好像还是以前唐熙买的 你就凑合着用吧 起码拴在钥匙上 找起来比较容易 许唐成大概也觉得 一折拿这个这样的钥匙链 实在好笑 说话间都在笑 其实挺可爱的 多好看 别人要问 你就说是你女朋友送的 如果说晚上赵若凡那句恋爱 只是让他发了一阵呆 许唐成这句女朋友 就是彻底将阵的他昏馈 他拼命拉回自己的思维 才能勉强辨别出 许唐成接下来的话 你知道他是什么卡通人物吗 一折摇头 又赶紧对着空空的楼道补充 不知道 飞天小侦探 你这个叫小花 还有个黄的叫小炮 还有个绿的 我忘了叫什么了 以前被唐熙拉着看过好一阵 听筒可以让人的声音变得更好听 哪怕是很多年以后 一折学了通信 知道了信号会在传播中混入噪声 他还是坚持这样认为 大概是因为 科学给人理性的思考 而情感 给人的则是不理智的执念 和一腔孤勇 一个月后的寒假 许唐成目送程序座上 他朋友附带亲的车离开后 收到了万知的电话 老同学 寒假要不要一起结伴回家 我有车 本打算自己开车回去 要一起吗 还有寒印 大家老同学一起也热闹些 接下来 便顺理成章班定下来行程 不过许唐成走之前 还给家里每个成员 买了新年礼物 数着手里的东西 许唐成总觉得 还缺点什么 准备回程时 刚出了商场大门 就被一个男生拦住 朝他递了一张宣传单 侧身追随着他的步伐走着 问他有没有兴趣学英语 许唐成摆手说不用 落眼间 贴到了男生手上戴着的 步子突然就停了下来 原来还缺一副手套 晚自习 一折不知道 地多少次回头看表 也是奇怪 今天晚上的时间 怎么过得这么晚 班主任不知道什么时候 悄无声息地站在了他身边 一折 你是向日葵吗 一晚上脸都跟着表走 班主任刚训完这一通 夏克林响起 一折无视讲台上 班主任稳稳坐着的身影 拎起羽绒服 就冲出了教室 他快速骑着自行车 离开校门 甩了第二个出校门的人老远 可一路都着风骑回家 在楼底下来来回回 转了好几圈 都没看到许唐成的车 还没回来 一折一条腿撑着地 在原地想了好一会儿 摸出手机 来发了条短信 许唐成回复得很快 嗯 临时有点事 明天再回去 一颗心绪猛下沉 得 明天还逮当一天向日葵 一折攥着手机 另一只手狂捏闸 手机屏幕在这时候 又亮了起来 他刚刚沉到底的心 还没重新飘上来 期待落空的失落感 使得他的意志有些消沉 点开消息时 内心是从来没有过的沉静 给你带了礼物 一句话产生了万千福利 拖着他的心一路扶摇 眨眼间 已经冲出了水面 第二天的三人安全到达 韩英下车拖着行李 还不忘叮嘱 晚上的同学聚会 你一定要来啊 知道了 我回去换身衣服就来 看来晚上这顿酒跑不了 晚上天鹤饭店 许唐成刚到一包厢门口 就被韩英叫住 好几年的聚会 你都没参加 今年总算给你带来了 上次赵鹏飞那小子死命惯悟 你今天跟我一对 找他报仇 许唐成跳了跳没 我这酒量 还给你报仇 也是 不过你这么久没参加聚会 这次肯定的喝点酒 别怂啊 许唐成哭笑不得 好 我能喝多少 就喝多少 行了吧 晚上的许唐成 还真没怂 自己主动到了 半杯白酒 一旁的韩英见了鬼斑看着他 低声问他行不行 没事 这几天没睡好 喝多了 兴许能睡个好觉 期间 他收到了一折的短信 问他回来了没 喝了小半杯 许唐成已经开始晕 他揉了揉眼睛 趁着桌上人消停的间隙 敲了几个字 告诉一折 自己在外面聚餐 回了这条消息之后 许唐成便将手机放到一边没在管 又被赵鹏飞忽悠着 喝了两口酒以后 他才摸起手机 看到一折的消息 在哪里 天合 许唐成大概真的是喝多了 他关于短信的记忆 就到这两个字为止 并不记得自己 这天晚上到底是什么时候 又给一折追加了一条消息 消息的内容 还是自己不断重复的内心独白 完了 喝多了 酒有酒别 重逢醉事热了 恰巧 辞别的又是他们告别大学的一年 每个人都遇到了一些变化 伴着酒意 自绵延不绝 一群人推开饭店的玻璃大门时 一个女生忽然在喊了一声 下雪了 原本垂头看着脚下的许唐成 抬起头 因醉酒而模糊的视线重新凝聚 去看雪花 看到的却又不是雪花 骑单车的少年 站在光秃秃的树下 校服外照着一件眼熟的黑色羽绒服 他明明是在静里凝望 身后的流动的车流灯光 却变成了安静的背景板 醉酒的哥哥 貌似更加诱人了 许唐成笑了 抬手扶了扶鼻尖 朝树下的人招了招手 还没等他靠近 身侧的万芝拽了拽他手臂 我怕你们会喝醉 所以开了车来 我送你回去吧 但周遭太乱太杂 为了听得更清楚 许唐成低头 朝万芝凑近了脑袋 你说什么 万芝看着突然放大在眼前的侧脸愣住 一时雨节 忘了说话 两个此刻的姿势 在一折看来太过于亲密 他把车子又向前划了一点距离 叫了声 唐成哥 现在的许唐成本就反应迟缓 回过头 再看清了一折之后 他直接将一只胳膊搭在他的肩膀上 一折 你来了 重新转向万芝依旧昏头昏脑的笑着 你刚才说 送我回去 不用 我很近 下雪了 很冷的 而且你这样 万芝看着摇摇晃晃的许唐成 能走吗 怎么不能 我没喝多 我家就在前面 你看 许唐成朝左前方指了指 那个后面就是 完全忘记了脚下还有最后一级台阶 一脚踩空 万芝的惊呼声尚未落稳 许唐成已经被侧过身的一折一把拦过 伏在身上 自行车也只是稍微抖了抖 许唐成的全部重量都压在了一折身上 他好像对于自己刚才的险些跌倒 没有任何意识 而是像一折的脖子 倾注了全部的注意力 爱不是手一般 一直用手抹扎着短短的发根 你看 还说没喝多 万芝也下了台阶 好言好语的劝 我去开车 然后送你回去 一折对于万芝有印象 上次在车站 他也见过这个女孩 不用 我送她 可是万芝顿了顿 看着一折骑来的自行车 沉默了下去 这时 一个还比较清醒的男生走过来 唐成 你怎么着 跟你这个弟弟回去 还是万芝送你回去 弟弟还骑着车 估计弄不了你 许唐成停下手里的动作 眯着眼睛转过头像在犹豫 这时一折突然出声 我带你回去 截断了许唐成接下来的话 许唐成看向离他最近的这个人 对上他视线的瞬间 看到他又张开嘴补充道 我带你回去 可能是因为他玩了太久 人家的发根 许唐成盯着他看了半晌 然后突然笑了出来 嗯 他带我回去 你们走吧 他回头说完这话 还朝人家挥了挥手 回去睡觉吧 一折一只手扶着他的腰 另一只手攥着车把往前走 没走两步 许唐成的脚忽然软了一下 超前一个轻身 一折的手臂慌忙提了力气 没让他摔倒 许唐成挂在他身上 手还是不肯从他的脖子上一开 嘴里喃喃自语 走 我们回家 哥哥最柔软的触碰 一折担心 一只手扶不好这个醉醺醺的人 停下来把车锁上 哪只许唐成摇摇晃晃指着前方 错了 夹在那边 一折不得不停下站起身对他解释 我把车停在这 我们走回去 车 许唐成偏了偏头 看向那辆红色的山地车 片刻猛地摇了摇头摆手道 不坐车 说完 许唐成的脑袋忽然就开始往下扎 一折眼急手快 往后一扯 然后把摇摇晃晃的人 直接带到了自己怀里 他以为他是不舒服想不 却没想到 许唐成只是妾而不舍地往下蹲 还连同他一起拽着 一下来 许唐成见他不配合 斜仰着头命令 一折不知道他要干嘛 但也沉默地陪他蹲下来 许唐成转头看着车辆 看到没 车 斜的 坐不住 一折恍然大悟 才想起来上次他坐车的经历 喝醉的许唐成 自言自语地摇着脑袋 一折看着这时的许唐成 是他从没见过的样子 忽然笑了笑 那不做了 起来吧 小心点 一折费了领镜 拉起他架着往回走 一段路之后 有血钻到了许唐成的脖子里 他缩了缩身子 嘴里嘟囔着冷 冷吗 一折侧头看他 发现他的外套没有帽子 耳朵也已被冻红 几乎立刻 一折的一只手 便去拉扯自己的衣服 许唐成感受到他的动静 视线在他的胸口 停了两秒钟之后 突然用力拍了他一下 拉链拉上 说着便停下来 两只手握住了 一折的衣服下摆 不慎明亮的路灯 不慎清醒的脑袋 使得他两只手 来回蹭了半天 也没能把一侧 拉链的底端 塞到拉头里 弄不好啊 一折拽着他的手臂 想制止他 却是徒劳 此刻的许唐成 显然没有平时的耐心 有些烦躁的抱怨 我对得上 一折终于不再由着 他闹道 把自己的衣服 从他手里扯掉 许是太安静了 一折蹲在哪 看着眼前的人 竟然有一种 时间停住的感觉 一半雪挂在了 许唐成的眼睫上 眼睫轻颤 逗弄着寻花 一折看得一笑 偷偷伸手 带走了那片雪 突然附上来的温暖 让许唐成 将眼睛合得更深 又慢慢地 将下巴窝进了臂弯 唐成哥 一声轻唤消融于夜色 据无踪影 也未有回音 一折又开口问 我背你回去吧 许唐成已经完全 闭上了眼睛 没回答他 不说话就等于答应了 说完 一折没耽搁 他把自己的羽绒服 给许唐成搭好 帽子撩到他的脑袋上盖好 立即转身 拉着他的手臂 将人拽到了自己的身上 被一个几乎睡着了的人 还是不太轻松 一折始终保持着 后背停在一个平稳的脚步 生怕一个不小心 摔了身上的人 那时许唐成的呼吸 引满了他的脖子根 亲密到浑身暖龙 地上已经盖了 薄薄的一层雪 两个人走过的路 偏偏只留下了一串脚印 明明抬头就能看到 小区的大门 一折却希望这雪能盖得 再厚一些 路能沿得再长一些 经过最后一个十字路口 背上的人忽然动了动 有软软的东西 贴到了他的后颈 像是最柔软的要害部位 受到了致命的一击 晕眩的一叉 信号灯由红转绿 也不过一个色彩的变换 日常到烂俗 可带给一折的心动轨迹 却和后来看到 绚烂的极光石 没什么两样 光影擦出滚烫 铺天盖地地 繁衍出一片浩瀚宇宙 把醉酒哥哥 直接背进了礼屋 一折本来要走周妈妈 热情招呼 让他喝碗姜汤再回去 没等一折给出反应 周慧已经迈着 有些急促的碎步 开门出去了 屋里忽然静得出奇 一折拎着羽绒服 站在床边 很自然地 从门口收回来的视线 就定在了床上 不知道是因为睡得不实 还是因为喝醉了不舒服 睡梦中的许唐成 表情并不是全然地放松 而是额头始终微微皱着 像是有些痛苦 一折在一片寂静中 慢慢抬起了一只手 指尖将要触碰到额头时 床上的人却似是 受到了什么惊扰 突然咕弄一声 裹着被子翻了个身 这时 门外周妈妈声音传来 让他去喝汤 一折一愣 手置在空中 匆忙收回手 耳红心跳 直起了身子 见床上一脚的被子划开 他轻轻捏住背脚 将它撑开 小心地掖在了 许唐成颈窝处 才关了灯朝门口走去 周慧见今天温度低 怕许唐成回来着凉 所以提前熬了一锅汤 从厨房出来 看到一折正直愣愣地 站在那里 站着干嘛 坐下喝呀 一折听话地 拉开了一把凳子坐下来 有点烫 慢点喝 你喝完 这晚回去盖好被子睡觉 要冲早的话 记得要把水温条高一点 不然你这冻了一晚上 很容易感冒 一折抬头看向对面 看到周慧正微笑着看着他 拎下来之后 又说 谢谢阿姨 谢我干嘛 是我该谢你 把唐成送回来 不过我记得 他是去同学聚会吧 怎么你把他送回来了 看着冒着热气的汤 一折沉默了一下 碰巧遇上了 周慧连打了两个哈欠 眼角也因为困倦犯出了红 一折垂眼 两大口灌完碗里的汤 便拎起羽绒服起身道别 周慧一直把他送到门口 嘴里仍不住地念叨 要他千万别受粮 趁着现在身子 暖赶紧收拾睡觉 一折点点头 又僵硬地挤出一句 谢谢阿姨 自己的家里依然黑着灯 一折站在门口 对着乱糟糟的客厅 发了半天呆 才进去打开电视机 连上了游戏 看着屏幕里的坦克 向各方前进 确实中面无表情 凌晨时分 向西一拧开门进来 立即催骂了一声 几乎同时 一件大衣突然飞向一折 坚硬的金属扭扣 正好打中他的眉骨 当时 一折的眼睛上方 就突突地疼了起来 他趴地按亮了灯 语气更是不善 有病啊 人再也不开灯 大半夜地在这装鬼 在看清了一折阴沉沉的面容后 自己也突然沉下了脸 顺手又抓起门口的一件衣服 使了全力 泄愤一般朝一折的脸 砸了过去 别让我看见你那张丧气脸 一折这次有了防备 一把抓住了过来的衣服 他冷着脸站在那 盯着这个女人 一动不动 向西仪对于一折的怒目 视若无睹 警告你 别给我出声 我累死了 要睡觉 一折攥着手里的衣服 定定地盯着那扇门 深吸了几口气 最终也只是放开手里的衣服 颓然坐下 头靠着沙发 望着空洞的天花板发呆 眼睁得太久 涌出湿润的酸涩 在闭上眼 沉入黑暗的瞬间 他听到一阵声响 很熟悉 却又似乎破别了很久 他正了一正 侧头望过去 他的卧室没有关门 此时有五彩的光穿 透过窗户 落到漆黑的房间里 在墙壁上 演着一段光影变幻的故事 窗外的一阵隆隆声响 让睡到后半夜的许唐成惊醒 他揉了揉额脚 想起自己喝多了 然后一折把他送回来了 许唐成转过头 靠向身侧的墙壁 看着寂静的夜里 炸出这么多颗新的烟花 仰着脑袋 想难道今天有人求婚 另一间屋子里 一个高高的身影 在窗户前站了很久 他沉默地看着一颗颗亮星上天 然后冲破黑暗 光芒四散而开 李花 热闹 快过年了呀 门外又有女人的骂声响起来 一折麻木地听着 这越来越激烈的骂声 也近乎麻木地看着窗外的烟火 以后去过自己喜欢的生活 不好吗 闭上眼 一折又在脑海里 将曾经的这句话 重复了好几遍 心里默默音着声 一到过年 许唐成家的事物 就格外地多 此刻以泪瘫让小妹帮忙按摩 我腰就这样 去医院也查不出什么毛病 这是你可别跟妈说 话音落下不久 周慧就推开了房门 让她明天去大伯家 把奶奶接过来 接着叹了生气 大过年的 还让你睡客厅 我那天还琢磨着 该换房子了 不然以后你成了家 过年回来都住不开 还有唐熙 一直没说话的许唐熙 瞪圆了眼睛开了口 我才多大 你也想得太远了 你是稍微远点 你哥可不远 你哥今年二十三了 再读完博 不对 读博期间就可以结婚了 还没说完 许唐熙哀嚎一声 干活干得浑身疼 胳膊酸 周慧只好醋没催促 你赶紧洗澡去 洗完早点休息 唐熙也别在这 打扰你个休息了 许唐熙终于松了口气 舒服地冲了澡出来 就看见客厅 僵硬笔直坐着一人 场景颇有些逗趣 沙发上家里的三口人 加上一个一折 许唐熙再一看 茶几上的坚果 各种零食 都被堆到了一折面前 他忍不住笑 不用想 他都知道那把开心果 一定是周慧 映射到一折手里的 许月亮笑眯眯地说 正好你妈今天熬了豆沙 说让他尝一碗再走 许唐熙走近 就看到拘谨少年眼中的求助 接着翘起嘴角问 你来我屋里待会啊 开心果相互摩擦 细微的声响中 一折点了点头 周慧听见立马说 把这个端进去吃吧 豆沙还要等一会儿 别着急啊 许唐成揉了两把头发 笑着看过来 拿着吧 我吃 一折一只手 连忙扶上了递过来的果盘 满满当当 被他端进房间里 你先吃东西 我吹下头发 一折拿了个小松子 四根手指凑在一起 指尖的动作 却完全没有要将它拨开的意思 视线起始于那颗松子 辗转迂回 翻山越岭 最终落到了那个立者的侧椅上 吹风机被放在衣柜里 柜门里有一面不大的镜子 许唐成垂着头 在一片嗡嗡的暖风中半眯着眼睛 手上随意地拨弄的头发 他穿的睡衣 是宽松的寄扣款 米丝的底色 因为布料柔软 在许唐成台起手的时候 半截袖子都滑了下去 几乎露出了一整截小臂 啪 一颗松子掉到了地上 坐在椅子上的少年 仓皇收回视线 慌忙低头捡起 偷偷看哥哥吹头发的少年 慌忙一开视线 假模假样地重新埋下头 包坚果 头发该剪了 许唐成揪着一束头发 对着镜子自言自语 侧过头问一辙 你平时去哪儿剪头发 我好像好久没在家里剪过头了 都不知道哪靠谱点 雨天天报后面那条路上 一辙顿了顿 你什么时候去剪 我带你去吧 许唐成回过身 一辙又补充班说 刚好我也该剪了 好啊 有人带路 许唐成巴不得 不过明天上午 我要去接奶奶来家里 明天下午倒是可以 你有空吗 一辙点点头 那就这么说定了 明天下午两点钟见 这样说着 许唐成走到了一辙的身边 你假期有什么安排 还去S是吗 一辙垂谋 不去了 我爸他有事 那也没事 你要是无聊了 随时可以来找我 许唐成边说着 边把包好的果仁 递到了一辙手心 一辙抬眸 抓过来握在掌心 慢慢应了生物 此时周妈妈声音传来 让许唐成帮忙 把红豆沙端过来 一辙帮我把桌上的资料 挪一挪等会放到沙 其实桌子还算整洁 一辙拿起摆在最上面的 一达文件 瞥了一眼 印满了英文 他突然好奇 一个词一个词地看标题 没看懂 许唐成端来参盘笑了笑 这是一篇专业相关的论文 你看不懂很正常 一辙却忽然抬头问他 你是什么专业 我吗 我本科是通信工程 那现在呢 一辙不知在想什么 像是查户口 不依不饶地继续追问 也是通信方向的专业 研究的是卫星导航 许唐成耐心地回答 卫星导航 就着这四个字 一辙喝完了一整碗的豆沙 许唐成还有些奇怪 他怎么对这文章这样有兴趣 想到着他笑着问 有没有打算好以后学什么专业 要考去S室那边 跟你爸和你弟一起生活吗 一辙顿了顿 摇头还没想好 回了家 他在漆黑的房间里 打开了那台半年不用的电脑 长长的手指敲击着键盘 搜索栏里出现了四个字 摁下回车的一瞬间 屏幕上出现了一大串内容 GPS 北斗 伽利略搜索栏又出现了一串文字 A大通信工程 专业历年高考分数 排斥机主机运行的声响 像是一辆老旧的汽车 在轰着发动机加速 很快就要义无反顾地冲破而出 脱离既定滚道 只要我再努力一些 就一定能和他站在一起 跟哥哥约好了 去剪头发 一折却试了约 下午他刚收拾好 准备出门 家里的大门就被砸响 来人正在门外大喊 他这不靠谱妈名字 向西翼蓬头垢面地打开了房门 我出来之后再开门 赶早开一分钟试试看 我弄死你 一折停住了脚步 他妈一向说到做到 说出的话语 总是那么偏激 伤人 不管面对的是家人还是邻居 没人愿意和我们家有来往 他非要将生活过成这个样子吗 一折看着仍然不停 被砸出巨响的大门 忽然觉得喘不上起来 他打开手机 给许唐承发了个消息 说出了点事情 让他不要出门 这样的动静 大概不止许唐承家 整个楼道都能听到了 像西翼的房门再打开 没理沙发上的一折 踩着恨天高的高跟鞋 走到门口 一把打开门 在一折的印象里 像西翼的烂桃花寨 就从来没停过 接着就听见他哼笑一声 姿态尽是屁腻 怎么 落水的狗跑 这跟我摇尾起连吗 不嫌难看吗 论骂人 一折相信 没人能赢过像西翼 直到他听到了一声清脆的响声 一折愣了愣 看向门口 像西翼的脸偏到了一边 长发垂着 看不清脸是什么状况 想都没想 本能的 一折飞快弹起 冲到门口 一把将向西翼扯到身后 一折正要挥起拳头砸过去时 对面的房门打开 许唐承攒着手机 用一副平静的面孔 面对着门口的混乱 一折紧紧攒着的拳头放了下来 像西翼回过神来 立马推开他 一脚踹上男人的脖 高跟鞋的后跟尖锐 男人历时嚎叫一声 疼得变了脸色 狗东西你他妈敢打我 像西翼抬脚还要踹 被一折拦着腰 拉到后面 许唐承在后方慢悠悠地开了口 派出所就在小区对面 这么多年了 大家熟得很 男人显然不是什么不要命的狠货 臭娘们 你给我等着 我等个屁 我等你撒泡尿罩罩自己现在的狗样 一折拦着一直在不停挣扎的女人 只觉得浑身都是那么无力 混乱中 他看到周慧出现在许唐承的身后 这一声巨响之后 像西翼也突然没了动作 他沉默地看了一折一眼 正开他 一步步地走回了屋 一折一人留在里边 看着他离开的背影发症 不知道刚才是不是自己的错觉 像西翼掰开他的手时 纤细苍白的手指 好像是抖着的 一折没再联系许唐承 刚刚的闹剧 唐承哥的妈妈一家 估计都看到了吧 明明不想要他的怜悯和同情 也不想让他担心 可偏偏 他一个人躺在床上 思想有些浑恶 一直没有停下来 两扇门却好像是两个世界